哈囉大家好,我是顯翼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款不用很多陽光 也可以照顧著很漂亮的室內植物喔 就過來就過來就過來 就是它,齊葉蓉 在影片開始前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 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露掉更精彩的內容喔 好,就讓我們開始吧 大家對齊葉蓉的印象就是它的葉子很大 顏色又很漂亮 有人會覺得說它的葉子長很像冰淇淋的杯子 就我而言,我會覺得 齊葉蓉給我一種放鬆沉浸的感覺 很適合擺放在室內作為觀賞植物 我們的齊葉蓉有三吋的小盆栽 適合放在臥室的窗台 或者是電腦桌旁邊 每次看到它的時候就是一個療癒的過程 另外我們還有五吋跟九吋的大小 比較適合放在陽台、庭院 或者是玄關旁邊 就會給人一種大氣有溫暖的感覺喔 如果家中長輩有風水上的考量 可能會質問你 嗨吼啊,你怎麼在家裡很青啊 那不是啦,那太陰了啦 阿嬤,我跟你說,這不是青啊 這是橡皮樹啦 齊葉蓉它就算在稍微陰暗的環境 只要有一點光線就能夠種植喔 像在豪宅或是網美餐廳 很常會看得到它 如果你想要選擇輕鬆能夠種好的室內植物 選它就對了 如果你是很懶得澆水的人 齊葉蓉真的非常適合你喔 它不用很頻繁的澆水 只要等到它的盆子完全變清再澆水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沒有時間去照顧它的話 可以選擇自動澆水花盆來做種植 只要等到它的紅色褲子降到最低的時候再澆水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我們的自動澆水花盆有六種顏色 你想怎麼搭就怎麼搭 像我我就比較喜歡白色跟灰色來做搭配 會給人一種很有質感的感覺 再來齊葉蓉喜歡溫暖的環境 其實台灣的氣候蠻適合它的 夏天的時候會長得比較快 所以肥料要多濕一點 它才會快快長大 另外冬天的時候因為天氣比較冷 它會進入休眠的狀態 這時候肥料就可以適時減少囉 鹹葉蓉它算是一種非常好照顧的室內食物 不過它偶爾會出現一些接殼蟲 當你發現接殼蟲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這時候就可以使用我們的害蟲白白做噴灑 還記得我們的比例嗎 1CC的害蟲白白搭配上400CC的水 混合均勻之後就可以噴灑囉 當你發現你的接殼蟲的數量有點多的時候 記得要多噴幾次 有些人會覺得說 接殼蟲看起來很可怕 就我而言覺得它還蠻可愛的 有點像白芝麻 不過這是題外話了啦 如果你在秦葉蓉的葉子上發現橘色的小點點 這時候你就可以拿軟刷沾取壞菌白白 將壞菌桿走 這樣你的葉子就會複成漂亮的綠色囉 看到這邊相信大家都更了解秦葉蓉的 別忘了要追蹤我們Facebook和IG 裡面有更多植物照顧的小妙招喔 快和我們一起享受種植的樂趣吧 我們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希望你會喜歡這次的內容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